聪明的女人必知的三件事情 看懂了能让你的人生更加的统透 更加的幸运 无论你是已婚还是未婚 都要点赞收场多看几遍 第一件事情 你要学会独立 不要依赖任何人 只有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你才永远都不会失望 生活上要独立 喜欢的东西就赚钱买 不要总等着别人去送 想去的地方就立刻出发 不要总想着别人陪 精神上更加要独立 不要指望别人来理解你的情绪 没有遇到对的人 高兴就变成一场显摆 难过就变成了笑话 你只有成为自己的太阳 才能不凭借任何人的光芒 能让你幸福的 不是对方承诺的有目变形 而是你保持独立的自我认知 第二件事情 如果一个人总是不在乎你 那么就收回你自己的付出和热情吧 不要总是去讨好一个不安宁的人 你唯一需要取悦的 就是自己 至于其他人 看交情 看心情 别人珍惜你 你就加倍奉还他 别人不在意你 你们就各自安好 不要强求 更不要卑微 也不要为自己 没有得到的东西去遗憾 你要明白 并不是你不配拥有 而是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第三件事情 一定要记住 先学会爱自己 才能更好地爱别人 就像是一条河 源头的水足够了 才能更好地流入大海 你才能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 而不是通过委屈求全和卑微的付出 来求着对方留下 爱别人要克制 三分足矣 才不会显得廉价便宜 要不遗余力地 多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 多和一些优秀的人相处 多去努力赚钱 把时间都用来爱自己身上 这个才是你打开幸福大门的钥匙 感谢观看